10月27日 侯宝林大师的老二儿子就公开了一段同行的聚会 台上讲了一段话 具体内容就是 相声界风香就是幺蛾子 就是七师灭祖 表示相声界师徒关系是传承 什么上大课是不行的 要守着这片净土 让相声有个清澈的世界 就差指名道姓的说德云社 说郭德纲了 不过说实话 就他本人的形象和口碑来说 这番话就像是在碰瓷德云社和郭德纲 路人眼里就像是个笑话 在同一天 德云社高峰老师发布了一则文案 大意就是自己下午睡了一小会儿 孟建和郭德纲一起给学员们上课 我吆喝了一个卖螃蟹的 然后又安排了爆菜名 可能是生物中的影响 看似不经意 却像是在打脸某些同行 传统相声传承方式的局限性 相信很多相声界老艺人也是看到了的 马志明就曾提出过 希望相声以师生的方式传承下去 这样子可以让更多的人学习相声 才能将相声更好的传承下去 而郭德纲也是非常赞同这一观点 并表示取艺界做法就非常不错 一些取艺学校一边教授文化课程 一边教授取艺 很多艺术团每年都有新鲜的血液注入 这些演员多数都是科班出身 属实令人羡慕 当然看到侯耀华在演讲中 指责上大课的行为 有网友表示他这格局有点小了 好像是为了指责而指责 根本没有考虑别的 毕竟时代在发展 相声作为一门传统的艺术形式 也应该取长补短 不断的与时代融合 与时俱进 这样子才能火热起来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 要不得云社能够带火相声 而那些所谓的主流 倒是快把相声给玩没了 天天不研究作品 不关注观众的反应 老是想凌驾于观众之上 真是太可悲也太可笑了 对于此 也有网友表示 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授课 把徒弟给交出来 能够登台演出 在舞台上逗乐观众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任何一位演员 到最后面对的都是观众 面对的都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如果被观众轰下台 说再多也没有太多的用处 看到这儿 有网友来了一句 等德云社龙子科第一批学员 汇报演出的时候 估计这些主流就会消沉了 毕竟行动胜于一切 与其空寒 不如踏实地研究一下作品 毕竟很多观众在近几年 都还没怎么听过主流的相声 相声本身的目的就很简单 就是给观众带来笑声的 现在的观众 又不是当时的社会底层 都有自己的分辨力 对美丑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力 可以说净土也得观众认可 几个乌合之众一样的同行 关着门 对郭德纲加枪带棒 含沙摄影的诋毁 对德云社根本起不到什么 作用不说 也只能沦落成路人眼里的笑柄 嗯 中文字幕——YK